你的闺蜜怎么那么闲呢 她怎么可能发现那么多蛛丝马迹呢 真的只是偶然发现的 而且是不同的闺蜜发现的 为什么要等待一个人改变呢 如果你要求她改变呢 你问问自己 你能改变吗 如果你一直是一尘不变的样子 总是要求对方 你要向我的方向靠近的话 你不变怎么可能引起她的变 很多女生总是走到两个极端 要么就一直抱怨 要么就一直付出 永远宽容 两种都是不对的 如果你只会抱怨 就像余老师所说 你抱怨的多了 男生自然会离开 因为他没有价值认同的 做好做坏是一个样 你都是抱怨 你都会鸡蛋里挑骨头 于是干脆我就不努力 还有一种就是 一味的包容 一直付出 这也是让男人没有正确的认知 因为我做得再差 你还是会在原地等待 你说他为什么要改 他改与不改 你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首先是你自己要变才行 你要拿出自己的态度 你与其等待别人改变 不如自己先改变 别人自然会顺应而变 问一下男生 每次放手机都要特意这样盖着 你累不了 你说实话 那你为什么要去干这种事呢 很多事情你不妨坦诚地掰开来 如果你现在没有办法 一颗心定在一个女人身上 你就直接跟她说 要不然你就别谈恋爱 就这样 谈了快一年的恋爱了 你觉得这爱情的热乎 这儿已经过了 你又开始寂寞了 是吧 那干嘛要吃饭呀 那干嘛要看电影啊 为什么你要做那些 你认为也不好 他认为也不好的事 最后的决定你们来做 尤其是男生 把想说的你说出来 到底是为什么 就截止到今天 其实还是没有坦诚地说真话 就是我为什么会经常 被你的闺蜜拍到这样 至少给一个真实而明确的说法 别噎着 好吗 好了 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 和古方红堂真情60秒 至少吧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来 拿一下吧 一个键盘哈 一铲儿 这背后是什么记忆啊 男生为什么放一把铲子呀 因为我们男方嘛 这个家家户户都有着惨 就我们那边叫铁销嘛 我就想着以后如果我再犯错的话 他就这个敲醒我嘛 哦 女生这个键盘什么意思啊 就是我觉得如果我们今天 还是分手了的话 那我就是希望这个键盘 能替我陪着他吧 然后如果是在一起的话 也可以就是给他用来打打字啊 什么的 可以对他有点用处 哦 这是一个有威慑力的 当你在社交软件上 准备干点什么的时候 呀 这是我哎 你们俩真是 谢谢两位 请回吧